昨天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 百年回响光明行民族音乐会 走进高兴区第一中学新疆班 让在小师生通过民族音乐 重温党史记忆 唱之山歌给党听春到湘江 一首首经典旋律 殴割了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 奋斗不止的光辉历程 表达了人民对党的浓浓深情 下午在高兴区第一中学的报告厅内 在苏州民族管弦乐团 带来的这场民族音乐会上 艺术家们精湛的技艺和美妙的音乐 特别是穿插展示的民族乐器 演奏新疆民族音乐环节 更是赢得了新疆班孩子们的振振掌声 谢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也没有现在我们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今天的这些经典敏乐 我们都是耳术能详的 现场听起来也是十分振奋 积极着我们好好学习 今后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 艺术家们走进校园 通过民族音乐重温党史记忆 这种形式既新颖又非常具有感染力 自2018年启动高雅艺术进校园 进社区进企业系列项目活动以来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 组成文艺清奇兵 以苏州市区及各区市乡镇 学校为主阵地 共举办高雅艺术进基层 文化会名工艺演出近300场 为普及优秀传统文化艺术 提升青少年艺术修养贡献力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乐团将继续开展进校园 进社区进企业演出118场 引导师生树立正确党史观 不断奋进新时代